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礼父母主尊 普巴金刚明王 敬礼坦诚三宝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盟 网络上的同盟 还有我们今天的贵宾 阿曼西斯特 卢盛美 卢宁 台中市木棉花关怀协会理事长 陈慧美女士 立法委员当选人 蔡奇昌代表 陈慧美女士 插打银行大雅分行的经理 蔡新宜女士 阿民节目主持人 台志炎先生 给你点香 新灯制作人 西亚奇师姐 六组禅经 密宗道 赤地广论 制作人 连乐上师 及佩军师姐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昨天没有做父母的原因是因为昨天要去投票 所以今天礼拜天 这是很特殊的 以往都是星期六做父母 昨天因为是台湾大选 就改到礼拜天 那大选的 我也有去选啊 我是差不多十二点的时候 那去选人 至于选谁啊 这个不能讲的 大家选谁也不一定可以讲 但是我上回 上个礼拜六我讲了 先来的会赢啊 好 还有来比较多次的会赢啊 那后来的呢 后来的呢 就没有办法啦 你后来 而且又是 才来一次 那就没办法啦 人家至少也才来 人家至少来两次啊 哈哈哈哈 那不要搞啊 这险级哦 这是真的 其实看 看着他们那些那个 那些候选人很辛苦 其实我们也是蛮辛苦的 我们在那边看来看去 看着眼睛都花啦 当然辛苦啊 对不对 我们应该庆贺自己动算啦 我们至少这个 陈慧美的这个女婿 陈慧美的女婿 陈慧昌 她很早的来过了 最早来的 陈慧昌 现在当了立法委员 她选上立法委员 那我们恭喜她 另外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这个蔡正元委员 蔡正元委员 蔡正元委员 我们也恭喜她 恭喜她 这个有一次 听说的啦 听说的不一定正切 听说这个马英九 那个总统 她本身 要来 是星期六早上 那星期六早上 一般来讲起来 我是写文章修法 我没有空 那师母就跟我们的公官讲 你星期六下午才来 你星期六下午才来 早上不用来 早上 改星期六下午来 或者是改 另外的 礼拜六下午来 因为那时候人才比较多 人很多 她可以发表证件 那师母跟她讲说 你下午来 那下午怎么来 下午她要辩论会 又要证件会 又有好几场辩论会 所以星期六下午 她们几乎都是没有空的 所以她就送茶叶来了 这个我们的公官 王之祖先生 有没有这回事啊 有啊 那 这个 吴院长就以前 现在是吴副总统 吴院长他就第一次来 我早上也修法 为了这个护魔修法 所以我也没有来 所以她来第一次 那么第二次来 是因为我父亲的这个 这个纪念会 所以她来 所以她来两次 那输家前呢 她就来一次 我说先来的 吴敦毅先来 来两次的 这个吴敦毅来两次啊 先来的 来最多次的 她会赢啊 就是这样子讲 好 这个 我们输赢 跟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那个 马总统讲说 欢喜一个晚上就好 好 我们看到 不喜也不忧 没有欢喜也没有忧愁 因为也不是我险上啊 对不对 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对不 我们说 我们睡得好就好 管她谁当险 谁落险 总之我们每个晚上都睡得好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晚上睡不好 第二天就没有精神 就不能打拼啊 不能赚钱啊 长久失眠啊 会很痛苦 所以每天晚上我们睡得好 就是我们 自由人的幸福啊 既然昨天已经大选过了 应该今天讲一个政治小话 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有一个政治人物啊 他回去跟他的妈妈讲 妈妈妈妈 我这一次当选 他妈妈怎么 你有骗我吗 你是不是骗我啊 我是真的当选的耶 我没有骗你啊 他妈妈讲说 你是不是 又是跟我开玩笑 你真的当选了吗 真的啊 我不会骗你啦 当选了以后啊 就不用再骗人了 这是政治人物的笑话 当选以后 他就从此不用再骗人 那我今天 我们今天做的附魔是普巴金刚 威力无穷啊 普巴金刚 刚刚我坐在法座上 刚刚我坐在法座上 不只是坐在法座上 几乎普巴金刚是我来的时候 他就来 那大家看到刚刚喊台智元先生 怎么没来啊 原来他早就来了 跟普巴金刚一样一起来 他来得很早 我上了楼他就在楼上 我上了楼他就在楼上 台智元先生 名节目主持人 他说 这个 他在高雄 马上要赶到高雄 因为高雄马上有一个场 要录影 他没有办法坐在这里 所以要求他普巴金刚 他需要普巴金刚的灌顶 因为他知道普巴金刚的法力很强 我说奇怪啊 今天普巴金刚就跟着我来 所以我可以跟你灌顶 当场就在七楼的地方 给他做了个人的普巴金刚灌顶 所以他是有来 有来不是没有来 我们祝福他将来如果转换跑道 他也当个立法员 将来选台北市长 将来选台北市长 将来呢 将来不用讲了 那是将来的事 普巴金刚的法力很强 其实他有很大的法力 其实他有很大的法力 就叫做大力 他原先啊 我说啊 不要小看那些鬼神 不可以小看 甚至我们对众生 任何个众生 都不可以轻视他 人也不可以轻视 人也不可以轻视 所以我这次选举 我看到 这个一个 一块 一个短片 一个 一个印象这样子过去 那总统夫人周美钦 是扫接拜票 到了 扫接拜票 他伸手 跟一个少女握手 那个少女呢 就跟他这样子摇摇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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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就是不 我不跟你握手 我忙得很 他在打电话 忙得很 不跟他握手 按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规矩来讲 人跟人之间的规矩 人家先伸手 要跟你握手 你应该要跟他握手 不管你要显摇 你要跟他握手 你要显摇是你自己的事情 握手是一种礼节 人家已经伸手到你面前了 你不跟他握手 这很尴尬 这很尴尬不好 还有两个候选人一起在走 都在那个场子里面 就不碰头 我讲一句话 如果你是一个人 和宜人的礼节的话 你要祝贺他 有一个人先喊出声音 我祝贺你当选 那对方一听 也自然会祝贺你当选 不能说 王不见王 不好 这是人的礼节 人本身不可以侵侍人 像这一次这个 蔡英文 到了这个 佛光山 佛光山寺 在那边演讲 他提了很多人 周美青也坐在那里 他就没有提他的名字 其实应该提 要提 表示你的人格 跟这个礼仪都办到了 这个是应该要做的 像我明明知道 社会当选 这个 苏家前这个候选人 副总统候选人来 以礼相待 我们以礼相待 照样的这样子讲 我说 有来就有希望 有来就有希望 这句话就有差了 有来就有动算 有来就有希望 差很远的 是差很远的 但是我们要以礼相待 要很 缓和的 不能说 这个蔡英文到了佛光山寺 诶 你住持明明好好的 突然间中风 三天以后全疫 三天以后 从医院出来 马上主持 这个 很多人的这个 这个 福政 这个也是 是 一个人不可以轻视 任何一个人 人要合乎 人的理 这个礼貌上 一定要做到的 不可以有切实 师尊是这样子的 任何人都是好人 任何人都是善人 任何人都可以成佛 不可以轻视他 人成继佛成啊 人成继佛成 不能像 那时候的那个 佛光山寺的住持 不是住持 那个代理人讲话 我们的这个 这个 大师 这个 有中风的迹象 这句话就是有端倪啊 可以听得出原因啊 什么是有中风的迹象 我早上起来啊 哪一个老人家 不是爬得很 慢才爬起来 老人家起床 不可以很快起床的 要在那 底下这样酸一下 啊 那叫做中风 然后我们老人 全部都中风吗 阿弥陀佛 这为人啊 为人 第一个 要知道利益 人人都是好 不可以有切实 这是应有的礼貌 应有的理解 人成 既佛成啊 你做人很圆满啊 一切守佛的借力 人成既佛成啊 这也是佛陀讲的 你这做人啊 这个西以为蛇 造假 妄语 都是不对的 甚至拒绝人的 本身的善意 也是不好的 啊 这里是 这里是 讲 我是讲普巴金刚的大力 突然间讲到那里去 啊 普方金刚有很大的威神之力 那么他本身是大力鬼 我现在就是讲了 大力鬼 他是大力鬼 很有力量 在印度的时候啊 他本身来讲起来就是 史陀林的大力鬼 可以讲他就是史陀林的王 就是坟场的王 那么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林华生大士遇到了普巴金刚 降伏了他 而且进入普巴金刚的身体 变化成为普巴金刚 就是进入大力鬼的身中 心中 把他转化成为普巴金刚 成为佛教的护法神 他有神族通会飞翔的普巴金刚特别 他有翅膀 所以林华生大士的神变当中啊 也有一变是属于普巴金刚的 他也有翅膀普巴金刚的形象 是林华生大士的变身 以后呢 这个普巴金刚再遇到 金刚萨斗 金刚萨斗 进入普巴金刚的心中 显现普巴金刚的形象 那么热令他成为佛教的护法神 普巴金刚专门扶持佛教 他有很大的力量 很威神的力量 他的法力无穷 那么他的双手呢 所谓普巴的意思就是处 金刚处的处 也就是金刚诀 像一个金刚诀 就是金刚诀 普巴的意思就是金刚诀 他的形象就是金刚诀 形象就是金刚诀 然后有头有翅膀 在他的人格化以后 他有身有手就有足 都有的 那他的威神很大 一般来讲 普巴金刚是最容易相应的 一个金刚神 一个复法 那么他的种子是蓝色的 他的咒语 他的咒语是 奥别扎 吉利吉利亚 三瓦 比加念 棒 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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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扎 吉利吉利亚 三瓦 比加念 棒 奔 奔 奔 那么也有人这样子唸的 普巴金刚诏也有臣这样子唸 奔 八八九 鱼 瑰瓦 比加念 棒 奔 奔 也有人这样子唸的 奔 八八九 奔 甔 奔 奔 奔 所以我们按照师父所传的 吉利吉拉雅 不是那个 咖喱咖喱 也不是 吉利吉拉雅 是吉利吉拉雅 奥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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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是这样子念的 有咒语 有种子日 有索印 索印可以内搏 可以外搏 宗主肆立 宗主肃立的时候 是贴得很紧 跟这个大威德金刚不一样 大威德是千层圆 他是肃立 变成直立的 两个宗子肃立 而且相处 而不是两个宗子 成为一个圆 是有不同的地方 双手外脖跟内脖 外腹跟内腹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这个我已经传过 这个普巴金刚法 那是在西雅图雷藏寺 那么大家可以看西雅图雷藏寺 我所说的法 那我们今天呢 再谈一下这个 吉祥洗金刚 吉倫 甘露泉 大乐中的空性 洗金刚讲义 那么现在在讲的这个呢 是问三世因果的方法 问三世因果的方法 问三世因果的方法 在西金刚里面有 在晚上夜间 所谓太阳下山以后 月亮升起之时 以芝麻油沐浴一味同女 芝麻油 芝麻 我们知道 芝麻油 就对了 麻油 芝麻油 芝麻油 用香 花 灯 茶 果 供养洗金刚禅成 然后取多罗素枝 多罗素枝 夹多罗素枝的枝 涂在铜里的大拇指上 两个大拇指 两个大拇指 多罗素枝 然后念奏 恩 拉拉 拉拉 恩 拉拉拉 一共念百灵八遍 开始问那个童女 叫童女眼睛闭起来 问他那个童女 哪一止的人的三世因果怎么样 哪一个人三世因果怎么样 哪一个人三世因果怎么样 那个同你 谁问谁答 一一神准 都很准的 经过这个法座了以后 他就非常的准 非常的准切 这个方法呢 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像这个 台湾 台湾有一个叫做鸡童 档基 台湾也叫做档基 叫做鸡童 现在的鸡童 台湾人 现在已经变了 鸡童是老鸡童 所谓鸡童 应该是童子 而不是老的 也不是成年人 也不是少年 他本身是一个童子身 童子的身 才叫做鸡童 在藏密 叫做降智 真言 降 降智 就是从西空中的智慧真 降到人的身上 讲出来的话 叫做降智真言 降智真言 智慧本尊从西空中 降到一个人的身上 然后他开口讲话 讲出来的话 是真实的话 叫做降智真言 那么降智之言 在哪里有呢 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就有 他们在藏地 是有做降智真言 跟台湾的鸡童很像 但是台湾不是 现在已经没有 小孩子 很小的小童子出来 做降智真言 像鸡童一样 都是老鸡童 都是老鸡童 年纪大一点的出来了 老鸡童 他就脑筋比较复杂 讲出来就比较复杂 童子讲出来的话比较真实 所以当初的时候 用降智基言 都是用童子 劫不是用这个 用这个老鸡童 老鸡童你知道吗 做故的生间 明明智慧真都没有降 他也会抖 而且开口讲话 要多少钱多少钱 这个老鸡童就是不行 这个已经有杂失在 杂妄念杂失在里面 童子 他还没有认识钱 他不懂得什么是钱 多少钱多少钱 那小孩子不知道 他也没有这个欲望 没有那个欲望 会骗人的那种欲望 所以这个小孩子讲的话 是比较真实的 那个叫做降智真言 在藏地有的 那么洗金刚这里 佛又讲到 问善事因果法术 要在晚上 用芝麻油 沐浴一味桶你 用芝麻油沐浴一味桶你 不能让他没有呼吸 到时候出问题 又是我的责任 用香花灯茶果 供养洗金刚的谈成 然后起多罗树枝 什么是多罗树枝啊 这个在印度就有 因为佛陀啊 他就是在两个多罗树之间 涅槃的 印度也有多罗树 我想印度的多罗树 台湾也一定有多罗树 台湾也一定有的 用多罗树起的枝 涂在这个小孩子 这个女童的 这个两个大拇指上 然后念 像他眼睛闭下来 那么你念一念 念一念 这个 智慧本尊就降在这个童女身上 你问他三世因果 他就回答出来 多狠准的 这就是 鸡童的方法 鸡童的方法 不要搞错了 就念这个咒吧 百零八遍 一百零八遍 问童女三世因果等 不是问这个童子 问这个女童的三世因果 是告诉他哪一个人的姓名 住子 住哪里 他的三世因果是怎么样子 他就会讲得很清楚 你前世是怎么样子 他都会讲出来 师尊小的时候 玩过这个戏卡形 戏卡形 戏卡形就青蛙神 小的时候玩青蛙神 那时候 几个小学生 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 那么小孩子不懂事 说这样子玩 就会附生 在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 那几个小孩子趴在地下 那么我们就拿着香 就念 这个 四卡形 零零零 请你八月十五来就行 四卡形 零零零 请你八月十五来就行 四卡形 零零零 请你八月十五来就行 诶 念不久 那小孩子就自己跳 就像青蛙这样子跳 那几个小孩子 都要趴在地上这样 眼睛闭着 我们在前面念 四卡形 零零零 请你八月十五来就行 四卡形 零零零 请你八月十五来就行 诶 一下子 真的有东西附生在他身上 他开始跳了 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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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的跳了 跳不直啊 抓他 抓不住啊 他说他跳到水沟了 赶快抓住他 跳到池塘了 赶快往前面抓住他 这样子 哇 他的力量很大 等他醒过来 他说他不知道他做什么事 就是这样子 会灵的 这样就可以附生 何况是做这个法 你知道用芝麻油给他沐浴 就是让小孩子的所有不敬的 全部变成清净 然后要供养喜金刚 又用多罗素纸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一定要用多罗素纸 插他的这个大拇指 然后念咒 再问这个小孩子的三世因果 你自己的三世因果 想问的 你就这样子问 他就会回答你 你前世是怎么样 或者怎么样 那这一世怎么样 未来是怎么样 三世因果 他都会跟你讲 你第一世是什么 第二世是什么 第三世是什么 有什么因果关系 你现在变成这样子 都会跟你回答 将来你会变成怎么样 都会跟你讲 很多人喜欢三世因果 它是有一个关联 一个关联性 一个关联起来的一个性 什么事情都是有关联的 这个 这里讲一个 有一个漂亮的少女 她洗好澡 她洗好澡 没有穿衣服 就走到客厅 她养了一只鹦鹉 这只鹦鹉说 哦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少女 她就骂这只鹦鹉 你看到什么 不可以讲 不然我 再叫的话 你再叫 我就拔光你的头毛 鹦鹉的头毛 第二天 她有一个客人来访 这个客人 刚好是光头 这个男客人 刚好是光头 不是我 那个鹦鹉就叫了 你是不是也看到了 这是有关联性 那昨天那个女孩子出来 她骂那个鹦鹉说 你在叫我 我就拔掉你的头上的毛 第二天 有一个客人 刚好是光头 男客人光头了 来找他 他说 你是不是也看到了 这是关联 三世因果也是这样子关联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关联 三世因果都是有关联的 你这一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师尊为什么变得这么矮呢 一定有问题 问他三世因果 他说 因为你前世也是和尚 造了塔 偷工减料 这个塔本来要造这个七成的 你造到第六成半 说好了好了 剩下的钱我自己收了 所以你就变矮了 因为塔高七成 你建了六成半 你矮了半成 你就比别人矮 有因果关系的啊 下次如果有一个同龄 会问三世因果 我要问他 问他 这一世 卢世珍为什么长得比较矮 他就会讲言音了 全世都有因果 所以一饮一煮啊 皆有定数啊 你今天吃什么 明天吃什么 都有定数的 所以因果是存在的 千万不要这个 疏忽掉因果的事情 所以 菩萨 为因 众生 为果 众生啊 害怕这个 果报不好 这报应快来了 人家菩萨 他是为因 他不要去造这个因 就不会得那个果 你造了今天 造了这个因 就会得那个果 那都是有因果的 所以我导致放心啊 你们弟子怎么样子的啊 然后 这个 好的弟子 坏的弟子啊 做个 做奸换科的弟子啊 或者是 积极修行的弟子 你们因果自负啊 因果自负啊 你离开 生活中 你因果自负啊 你本来就要自负的啦 生活中也管不了你了 你本来就要因果自负的 那你讲了什么话 造了什么因 做了什么事情 都是因果自负啊 会有报应的 所以问童女 他就可以告诉你 三四因果 这个也可以警惕你 不是说没有好处 他也可以警惕你 不要再造什么 造什么因 造什么恶因 会结恶果 这个很准的哦 这个有时候因果啊 这个要 也要看个人的福分 什么看个人的福分 你福分有多少 你会得到什么 就有 福分没有 不要强求 像有一个女的 有一个女孩子 向她的男友表示 她说 你可以送我一个礼物吗 她的男朋友说 你要什么礼物 她就给她暗示 一个 永远不坏的 永远不会坏的 但是最有价值的 最有价值 又永远不会坏的东西 你可以在我生日那天 你送给我吗 她的男朋友 她就 去买了一个钻石 就送给那个女孩子 那 你看那个 她的男朋友 她马上知道 最有价值的 永远不坏的一个东西 她就去买一颗钻石 送给她 那女孩子很高兴 她有福分 可以得到那个钻石 她就把这个方法 告诉另外一个 一个朋友 你用这个方法 去跟你的男朋友讲 那女朋友也是这样子 另外她的朋友 也是跟她的男朋友 这样子讲 你可以送给我一个 最有价值 而且永远不坏的东西吗 永远不坏的 也有价值的 她男朋友送给她 终于拿了 还有一个东西送给她 送给她一个防腐计 一个防腐计 其实也 那个男朋友也是实在太小气 你怎么可以送给她一个防腐计 是永远不坏 是没有错 但是哪有什么价值 这也是一个笑话 不过我的意思是讲 同样的人 一饮一足 皆有定数 那是三世因果 那是三世因果 那我现在在讲 这个佛说的 佛陀讲 治一切二极的法术 这个是很重要 治一切二极的法术 但是它中间有一点 行则自成喜金刚 我念一遍 喜金刚所被指 黄帝天 白水神 红火神 青红神 它 喀巴拉里面 有黄帝天 白水神 红火神 青红神 也就是它掌握了 地水火风 它不但掌控了日跟夜 也掌控了地水火风 所以它随时可以 它也能够把地震震住 把水灾 把水灾平息 把火灾消灭 把台风转向 它掌控了地水火风 那世间人的病 不外乎地水火风 我们晓得地 就是你的肉 跟你的骨头 跟你的所有器材 跟你的所有的器官 水呢 就是你身体的水意 就是血液 身体里面的水分 跟血液 火呢 就是你的温度 轰呢 就是你的呼吸 你的呼吸 轰就是你的呼吸 世间人的病 全由地水火风 所成 其实很简单的 呼吸 你气管不好 都是由呼吸的 你这个温度很高 温度升得很高 发热 发寒 发热 就是佛影响的 你有水的毛病 那就是属于肾脏 肾属水 肾脏的毛病 另外还有很多血液上的毛病 跟水有关的毛病 全部都是属水 地的毛病 你 鼓鼠疏松 你的哪里在痛 你的肌肉哪里痛 哪里痛 全部跟地有关系的 地水火风 都是世间人 所有的包含了 所有的毛病 行者制成洗金刚 这时候密教行者 你要自己变成了洗金刚 也就是说你自己跟洗金刚相应了以后 你马上可以观想自己制成洗金刚 这个叫做自身洗金刚 跟对身洗金刚 跟对身洗金刚不同 对身洗金刚是你在修洗金刚相应的时候 必须要对身 没有相应的时候是要对身 相应的时候就可以自身 自己就变成洗金刚 你观想自己成为洗金刚 念洗金刚的咒 解洗金刚的手印 你就变成洗金刚 而且有时候你要变成洗金刚 眼睛一闭 念头成为洗金刚的时候 一下子你就拿着所有的咖啡啦 你的头就变成洗金刚的那个头型 那你的这个四肢脚就踩着四膜 很快的他制成洗金刚 所以相应的洗金刚以后 你观想陀器内四神界洞 这个所谓四神界洞 黄帝天 白水神 红火神 青红神 这四个灯 四个神都在咖啡啦里面 这样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观想病人在你的前面 如果是地的毛病 就治地的 地病 地就治地病 水就是治水病 火治火病 轰治轰病 这时候念奏 一百零八遍 一切恶极可以消灭 此法胜神厌也 也就是说这个法也是很有感应的 念一百零八遍的洗金刚的咒语 然后你制成洗金刚 观想这个四神界洞 就是防地天 白水神 红火神 青红神 四个神在咖啡啦里面通通在洞 然后观病人 病人以前 病人在你的前面 这个时候以洗金刚的法力 发出来的法力 一个哄日 进入他病人的心中 胸记 一个阿字 进入病人的猴记 一个翁日 进入病人的头记 另外 观四种颜色 黄色 白色 红色 青色 灌顶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的很多的毛病都会好 那么这个也要靠自己去修洗金刚相应了以后 他就可以治一些很不好的疾病 很多疾病都可以消除掉 这也是一种法术了 一种法术 这个不管是什么法术 人都还是会死的 如果不会死 那这个 也不用医院 也不用盖那么多医院 盖那么多医院 其实人还是会死 但是法术你写起来 你用这个方法治好他以后 你可以叫他归于佛 那么以后好好地修行 以后他有成就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德 所以这个法术本身不是说 没有用 还是有用的 你治好了病人 这个病人 他心液沉浮 他自然 他会来归于的 那有一个 太太 跟他的先生讲 如果我死了以后 你会怎么样呢 太太跟他的先生讲 如果我死了 如果我死了 你会怎么样呢 那先生就讲 这亲爱的 你如果死了 我就会发狂 会发狂 那太太就在问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不会再起了 是不是不会再起了 他现身回答 我没有轰得那么厉害 他没有轰得那么厉害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每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人生的事还是有因果 还是有因果 男的也一样 男的也一样 他来问因缘 春天写在你的脸上 你还是会有因缘 那个 你的来问 他一脸就是寡妇脸 寡妇的脸 我说你没有了 没有因缘 缘分很少 我们会看的人 可以看出来 那个就是有因果 那个全部在脸上 那根本就是在脸上 因缘根本就是在你脸上 所以有没有因缘 我们看这个人的五官 他还有春意 表示他还会开花 还会结果 那还有因缘 那一看到是寡妇脸 哎呀 完了 枯木死灰 他就像枯的木一样 他的脸就像枯木 干枯的木 没有生气 他已经像一个飞了 像死飞了 没有佛了 没有温度了 那怎么还会有因缘呢 就没有因缘 所以这个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你学佛以后 你眼睛一看 这个人 到底他做了善事有多少 做了恶有多少 从脸上 GQ是可以看出来的 从他身上的气 是可以看出来的 他身上的气 很光 很亮 表示他的 他是一个善人 他本身是很灰 很暗 他的气很暗 他已经是要降到地域里面去 已经是地域里面的人 甚至是畜生到的 那是很恐怖的 所谓我们观人的气 善观气盛 不是没有 一看 就看到你身上的气 就知道他的 前因后果 一切因果 三事 几乎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这个有钱人 他不太一样 真的有钱人 跟假的有钱人 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假的有钱人 他会装得 很有钱 他说 我很有钱 我会你富有 我很怎么样 那都是假的有钱人 是嘴巴讲的 真的有钱人 他不讲 他根本就不讲 但是他就是有那一种贵气 在他身上显现出来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上次不是讲了 有两位陌生人在聊天 贾问乙 你每个月赚多少 乙回答 我每月收入百万 我那贾很惊讶 就问他 那你是做董事长的啦 很高阶层的 很高职位的 做很大生意的啦 说没有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每月 可以赚出百万呢 你是做什么的 他说我做梦的 做梦的啊 那今天做梦的是很多啦 做梦的不少 我看很多人 我们中国中的弟子 很多都是做梦的 做梦的 真正有钱人 他不会讲 不会讲出来的 他很神秘的 对不对 像我们那个 洗得钱上师啊 大家讲他洗多钱 洗多钱 他从来不讲自己有钱 他很神秘的 你就不知道 他到底房子有多少间 太太齐几个 你都不知道的 我跟他那么久啦 我都不知道他太太有几个 我跟他那么久啦 我也不知道他房子有几间啊 他很神秘的 只是他的姓名 透露一点信息 他叫洗多钱 这是神秘啊 人啊 很神秘的地方 他神秘的 真正有钱人 他不讲 人同此心啊 心同此理 一个小民啊 他跟老师讲 刚刚有一个人掉到水沟 所有人都在笑 只有我一个人不笑 这个老师 小民 你做得对啊 你真的是 good boy 好孩子 一个人不笑 这个样子 所有的同学都笑 那到底是谁掉到水沟呢 小民就讲 那就是我 我不是讲过吗 三只壁斧贴在墙上 中间那只壁斧掉下来 其他两只也一起掉下来 怪啦 其他两只又没有怎么样 他为什么掉下来 因为他鼓掌 所以其他两只也掉下来 这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子 没有钱的人啊 拼命想要让人家知道 他有钱 真正有钱人 他都不讲 因为啊 这国水级会找上他 对不对 其实这些法术啊 像三世英国的法术 你问你自己 问问你自己 你现在 就是你的前世 所做的就变成你自己 然后你要问你的未来 你现在所做的 就会变成你的未来 不用法术 不用三世英国 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你现在所做的是这样子 未来你一定变成怎么样子 你有没有实际上在修行啊 你如果实际在修行 上师会加持你 本尊一定设受你 本尊一定设受你 父法一定永在你 你也不用问别人啊 你有没有实际上 或者你是假的 你是假的 你说我天天认真 很真认真的修行 不是啊 你天天在 跟人家 要这个供养 那个供养 跟人家要供养 或者你讲话猛骗人家 你说你有修行 其实是没有的 来不及了 早上了 哇 背后先放下来 今天不用收我了 点一锦香 换一个水 上去上班了 回来好累啊 看到残诚 他要修法吗 我累死了 明天再修吧 我就先睡了 一睡又出道了 啊对不起啊 佛菩萨 我今天又出道了 又去上班了 回来 我好累啊 改后天吧 有没有修行 我有啊 心里讲 我都有请假 我都有跟佛菩萨请假 你没有修行啊 上师怎么会加持你呢 本尊怎么会射受你 父法怎么会涌在你 那我们马上要做那个财神法 这个新春结财神大法会 11月29日初期 要赶快报名 让赶快结财神 他放在我这里 让我看 让我讲出来 对啊 所以1月29号 在这个林口忌弹体育馆 不是 桃园忌弹 桃园忌弹体育馆 这个有这个 结财神的大法会 1月29号 是初期 农历初期 杨历是1月29 下午开始 有这个法会 你要结财神 你想我一定要去结财神 一定要报名 这个没有财怎么行呢 对不对 行者要有资粮 告诉你 上师本尊 父法 都是资粮田 修资粮 就是要修你的资粮田 你自己的资粮田 就在你的心迹 你自己修了多少法 你自己修了多少法 行了多少布施 你的心善良不善良 接着财神就有灵 财神就到你家 你平时 这个 又没有修法 又没有布施 你心里又不清净 又时常福作非为 哦 我去接财神了 财神一看你 这个头上都是黑光 都是黑光 我跟着你 我也是染上一身黑啊 那个财神跟着你 我财神到你家 全身一身黑 我看在门口就好了 财神就只到你门口啊 他不敢进去啊 所以首要啊 仍然是在这里 上师给你加持 本尊给你射受 护法给你永战 你去参加 接财神大法会 财神一定到你家 密教里面讲 知良田 讲的就是你自己的心 上师的心 本尊的心 腹法的心 你心跟心相应 知良田 充满了所有的水 以水 所有的水 水就是财啊 就涌入你的知良田里面 你自然就可以接到财神 这个这一点 这个财神大法会是很重要的 另外啊 这个有一尊高昂观世音 要介绍给大家知道的 这尊高昂观世音 非常的庄严 非常非常的庄严 他的特殊之词 他佗上带着七佛观 七佛 七佛 一般来讲 我们上师只带五佛观 他佗上带着七佛观 多诸两尊佛 更有大法力 更有大法力 他的袖子上 袖的就是七佛灭罪真言 就是七佛灭罪真言 袖子上袖的奏日 七佛灭罪真言 后面上还有一个种日 一个种日 有多种颜色的种日 这是高昂观世音 将来 师尊要传高昂观世音的秘法 你如高昂观世音 大家知道了 高昂观世音经 是我们生活中 必须要念诵的经典 必须要念诵的经典 必念的经典 我第一次接触的经典 也就是在台中益环宫 那个师费灭法师 他送给我一本 高昂观世音经 我从那个时候 开始念高昂观世音经 一直念到现在 那么高昂观世音菩萨 高昂观世音菩萨 就是现在这一尊的高昂观世音菩萨 在世面上是很少见到的 一尊高昂观世音 所有的观世音菩萨 一般都是带五佛观 只有高昂观世音经 高昂观世音菩萨 是带着七佛观 七佛观 跟七佛灭罪真言 后面还有昼日 是彩色的 他的心咒在背后 非常的庄严 而且还有师尊的法舍利 装在这里面 每一尊都是装杖的 传了法以后 你供奉了以后 你修了法 一定感应非常的殊胜 一定让你有成就 将来我再讲高昂观世音菩 这一本经典的来历 跟他的灵感 跟他的成就 在三页的时候 要传这个法 三页的时候要传这个法 这个机会难红啊 这个机会难红 是千古机会 没有人传高昂观世音菩的秘法 一万块 哦 他是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耶 所以他们告诉我 我才知道的 我不是 他说 赞助一万块钱的台币 就给一尊高昂观世音菩 给深淵路Fundation 一万块钱的台币 就给一尊的高昂观世音 而且是限量的 限量版 只有五百尊而已 五百尊 只有五百尊而已 那就是一般的电视广告 要买要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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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来不及 又可以布施做善事 又可以修高昂观世音 的秘法 而且又有灵感 又专账 又很特殊 非常的庄严 我自己看啊 也是非常的庄严 我看 是 这个是 这个香港 常人上师 祈造的 他的佛像 都是非常庄严 不庄严的 他不会这样拿出来 不庄严是丢他的面子 非常庄严 这里佛际部听说 也可以异构 异构是吧 可以异构 可以异构 可以讲这个高昂观世音 你也大家都在念 高昂观世音嘛 对不对 这个经真的有用啊 真的帮了世尊很多的忙 真的帮了世尊很多的忙 这个是很好的 观光观世音 是 非常好的 我们注意了 要修法 像世尊每一天修法 是没有一天断过的 再怎么样子 时间不够 今天不行啦 今天要出门 出门 我在 就是算坐高铁到这个机场 我就在高铁上修法 我在飞机上 从这个西雅图回来 我也是在飞机上修法 不能说你出去旅行 我到了这个印尼 三个礼拜 每天在hotel修法 并不是我出去旅行就没有修法 一样 每天一定要做的 这个上司啊 你在修法的时候啊 告诉你啊 那个时候就是自授灌顶 你修什么法 哪一尊来 就给你做灌顶 那个就叫自授灌顶 所以灌顶的法流 永远不断 你修法的时候要祈祷你的根本上司 祈祷你的上司 祈祷你的父法 祈祷你的本尊 他们三个通通都一起来给你灌顶 刚刚我做父母坐在这里 法力很强 身体也一直在 好像掌控不住 也一直在动 那么我的顶上 头顶上 自然那个顶峭也是开的 所有的这个父法神 我的上司本尊 跟所有的父法神 跟今天父母的祖尊 吉利吉拉雅 他也是一样 一直降到我的身上 连成一排一直降下来 一直降下来 降到身体里面 那个就是灌顶 所以你修一次法 就是自授灌顶一次 修一次法 就是自授灌顶一次 将来会感应到 真实有真实的灌顶进来 你修到真实的灌顶进来 就接近相应 你修到他 你知道他 时时跟在你的走用 你身所出来 就等于本尊给你加持 上司给你加持 本尊给你加持 父法给你永在 那就是很真实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你只要跟洗金刚相应 你就可以做这个法 地水火红 掌控地水火红 掌控日夜的法 你修成了 你就直接可以掌控日夜 跟地水火红 你也可以知道 三世因果 你一伸手 就等于你的本尊 再给人家加持 同时呢 上司 本尊 父法 扑巴金刚 就住在你的资良田里面 전에本尊 欧ORA 太好 感谢观看